继张熙明之后 头号枪击药犯 也是中部胸大胃的牛皮 在昨天晚间落网了 16岁他就出道犯下了多起枪杀案 逃亡6年 他的身材已经有明显的变化 不过因为偏好叫传播妹 也是因为女色 让警方掌握到他的行踪 将他一举逮捕 不过最后才发现 这个传播妹原来是变性人 刚掌握到你的行踪 有什么话想说 有没有后悔吗 面对记者追问 先是狠狠瞪了一眼 被警方列为头号枪击药犯的牛皮 逃亡了7年终于落网 态度不屑不实冷笑 23号晚间 牛皮开着宾示车 在新装一代出没 为了躲避警方追气 还打公共电话要叫传播妹 一旁埋伏的远警 立刻将他压制在地 狡猾的牛皮找传播妹寻欢 还不忘在包包内放上两支 已经上堂的手枪 里头还有200多发子弹 准备随时和警方驳火 26岁的枪击药伴王俊伟 16岁就出道 19岁枪杀有连保全负责人 陈聪敏因此声名大噪 94年绑架大甲镇长儿子吴明勋 勒赎三千万 作风大胆嚣张 逃亡期间他有在运动 有在运动 所以他一个领部的部分 不要瘦下去 逃亡六年身形大改变 打扮也变得更入实 难以辨识 警方也在住处起出冲锋枪 和子弹400多发 还有手榴弹火力强大 平时出手扩瘦 不过牛皮偏好变性传播妹 即使小心翼翼 还是栽在警方手里 下半个月